第四個遊戲 新情報 第四個遊戲 新情報 第四個遊戲 新情報 哈囉 歡迎收看電玩宅樹沛 我是主持人櫻花 剛剛結束的東京電玩展 公布了許多遊戲新情報 相信有很多粉絲們都非常期待 魔物獵的花野這個新作品吧 但是最近卻傳出了 PS5 版本出現優化不佳的狀況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作為系列第一款即將登上PS5 的作品 魔物獵的荒野自然 備受粉絲們期待 而從目前曝光的遊戲影片看來 其畫面表現可以說提升了不止一個檔次 完完全全燃起了粉絲們的狩獵魂 但上週的東京電玩展 周王仔在現場示完後表示 魔物獵的荒野在PS5 上 出現了類似於龍族交易2 的效能問題 無法維持穩定的幀率 僅能以每秒30幀運行 在複雜的戰鬥場景中 更是不時出現明顯的Lake問題 部分文理質量也不如預期 其實PS5 主機性能的局限性 在黑神話悟空這款遊戲就已經備受考驗 不過當時官方的解決方法是 提供畫質、性能、平衡三種模式讓玩家選擇 不過這次魔物獵的荒野試玩 卻沒有性能模式可以選擇 PS5 優化不佳的狀況 也讓不少玩家開始擔心 會不會在 PS5 Pro 遊玩時 也發生同樣的問題 魔物獵人荒野製作人十本兩三對此表示 他們仍在評估於 PS5 Pro 的兼容性 暫時無法給出具體信息 這個回答讓玩家覺得很抖啊 話說回來 如果連 PS5 Pro 都不能給出每秒60幀的具體承諾 那就算明年真的推出 Switch 2 能不能跑得動還是讓人非常擔心啊